你 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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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中华民族复兴社 前北分社社长 郑南 复兴社 这是干什么 枪毙红军俘虏 枪毙俘虏 你们是不是瞎了 这是军政府大楼 谁给你下的命令 马世骑 马专员 马专员 这里是尊义城 不是南京 谁给他这么大权力 谷将军同意的 放屁 我 vine 怎么了 这是 这是 卓妍 来 报告不喊 门也不会敲了 那个姓马的 敢在政府院里枪毙红军 也太蹬鼻子上脸了 姓马的也是你叫的 我看你才是蹬鼻子上脸 知道什么叫中央特派专员吗 放在三十年前 那就是钦差大臣 分分钟摘你的脑袋 可是他也不能 可是什么呀可是 枪毙俘虏 是我同意的 他这一枪 可是打在您的脸上 就你聪明 人家不但要在这儿杀人 还要把办公室搬进军政府 以后 你就天天给人家请安吧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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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企啊 一起吃点吧 不了 我吃过了 可惜了 可惜了 可惜什么 两个人都还不到二十岁 还是个孩子 倒是我真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师姐 你现在可是中央的特派专员 以后不要再叫我老师了 如果当年 没有您对我的资助 我是离不开贵州 这个穷地方的 您对我有恩 就永远是我的老师 那么你刚才这两枪 可是结结实实地 打在你老师的头上 你该满意了吧 他老蒋也该满意了吧 老师 您这话从哪儿说起呢 委员长为什么派我到尊义来 您不是不明白 刚刚的两枪 只是帮助你我 苟且多活两天而已 少来这套 尊义成是老子丢的 想办老子就拿军法 别弄这云山雾罩的事 老子读书不多 路不明白 老师 您莫及嘛 调查遵义失守 是我主动请应的 委员长不是不知道 咱俩的关系 可还是答应了 为什么 这是为了顾全大局 委员长顾忌什么 您不是不知道 随他的便 老子深正不怕影子邪 老爷 话虽是这么说 可人家有了真凭实据 咱们怎么也得有个合理的交代吧 什么真凭实据 南京复兴社那边 刚刚查获了一组电报 对咱们贵州很不利 电报的内容清楚地记录了 您遵义城内所有的布方计划 而且这些电报 已经发给了赤匪的高层 有了内鬼 尊义城岂能不适 每一封的电报 都是从您的尊义城内发出的 只留下一个代号 杜鹃 老师 我不得不说您 您失职了 你是说 我的军中混进了赤匪 娘的 老子活活 寡了他们 这件事情我若交不了差 我这个特别人的下场 是可想而知的 您得救我呀 我怎么救你呀 老师 我听说 遵义红十字会方面的负责人 是谷小姐 怎么我最近没有见到她的人呢 我这个丫头啊 可是枉费了我一番苦心哪 老话说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我本想把她送到法兰西 当个贵族小姐 将来找个合适的人家 把她嫁了 你是 这个丫头非要回到这个穷地方 还弄一个什么红狮子会 一个姑娘家成天搬运失手 成何体统 老师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 古小姐如此年轻 却有大仁大义之举 这实乃国家之大幸 民族之大幸啊 我还听说 古小姐是围棋高手 改日我一定登门讨教 老师 我先告辞了 不送了 不送了 alguna tragedia 你ELLA